要講的 好,大家看這畫面就知道 我們網美又陣枉了 昨天晚上夜遊玩得太開心了吧 然後下午又要划船呀 又要去跑行程呀 我看他怎樣整個完全陣亡 騎又騎過來叫不叫不行 所以我現在來幫大家補一些風景的美景 美照的 幫大家補一些畫面這樣 亮已經出來了 然後等一下我們在後面的法人 就出了一些畫面 跟照片打不上去 讓大家看一下通過這邊的日子 然後達里村一下 後面反面的 搭配的景色這樣 現在就是 你看熱度就是這樣 然後太陽突然就比較適合中 太陽剛出來就 旁邊的太陽 然後兩大一號 我們現在在蘭嶼的氣象站 那蘭嶼氣象站是透過蘭嶼的中橫公路 它可以從蘭嶼的 連接蘭嶼的西側跟東側 也就是海嶼的紅頭部落跟野嶼部落 那這邊可以360度的看到海情 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喔 在蘭嶼的地下 最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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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 然後你看 近還是前還是這個還是水 原來就變深藍色 運氣很好耶 前兩天來的時候 看到天氣預報都講說 有可能會下雨或有這雨 可是目前為止都是一個大晴天 可以讓我們看到非常漂亮的海景 真的很幸運耶 開始錄了 嗨 我們現在來吃烤肉了 對啊 這裡是民宿安排的 這在那個開園港附近的那個 有煎燒烤 對現在非常明顯 現在大地光都很嚴重 對對對 我們要先等一下那個 日落下去的時候 我們在海邊拍 這邊就可以露天的 看著海 這樣蠻豐富的唷 有肉片 雞腿 對 然後旁邊還有吐司麵包 這基本盤而已 等一下有家庭再給大家看 對吃到飽了 才300塊 還蠻便宜的 對啊 有那種回憶 中秋節烤肉的感覺 對 而且還不用自己收 真的喔 OK 來開動 從這邊看得到耶 雖然有一些人群 可是這樣拍起來 我覺得還蠻溫暖的 有一些人的到 那個簡易 來雨最後一天 來雨最後一天的夜晚就這樣 感覺還不錯 也是個蠻好的回憶 大家來來雨的話 一定要烤肉看看喔 這樣在這邊其實看著 夕陽烤肉 作為一趟旅程和終點 我覺得算蠻不錯的 好 那我先吃飯啦 不要吵我 掰掰